今天服務享受到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前日只主持了 剛剛烏拉拉的幸福選擇題目部曲 今天其中一部曲 菇鳥環香來到我們這邊宣傳 歡迎你們 耶 謝謝 請問你是 我去跟見面雙輩講說 我們玉華會來的 玉華 我今天看到 那玉琳姐有一種非常緊張 為什麼 忐忑不安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去年你得金馬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手在電腦前面 你一得我就立馬截圖 然後你講的話我就寫下來 我要把這個獎獻給所有的同志們 因為你們捍衛自己的尊嚴跟愛 給我力量 唯獨愛與尊重 可以幫助這個世界走向更文明 更美好的世界愛最大 因為那時候其實 算是整個社會上面一直站在很對立的兩端 然後但是你不會畏懼說 可能會影響到自己什麼的 你就是還是很努力的為大家發聲 超感動的 所以他今天就帶了新的作品 姑娘還想來我們節目 因為他其實也是在講一部 也是LGBT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就要是重門的導演 當初你拿到姑娘還生這本劇本的時候 你就有屬意要給丁姐演這個角色嗎 因為其實演員他們是呈現劇本的 非常靈魂的角色 所以他一定要對同志有同理性 那當然有些演員 可能他的演技可以蓋過真實的想法 但我真的覺得畢竟重新出發 所以我當初在找演員的時候 我其實就有叫同志友善的 那丁姐當然就是首要人選啦 那當初丁寧姐就是你邀請她 然後丁寧姐答應之後 你們就非常興奮說 天啊我終於要跟她合作到了 我們終於 她要來演我們劇本的這個角色 他們應該嚇到吧 這很迅速就答應了 我很快就馬上去答應耶 第二秒晚上 待在我們公司也嚇到 我說那個丁姐你要不要再想一下 我說不要想了 撿 就去撿 OK的 我們公司說 你再想一想好不好 很多事情如果你要想 我再思考一下 我在跟我們公司討論一下 我跟你講 大家這件事情 你自己都沒有那麼想要做 那多多你有想很久嗎 因為你要講台語這一步 我沒有想很久 我也是馬上就答應 還不答應 還不答應 到我了 你第一場戲 有沒有非常緊張對上兩位影后 他的台語已經讓他夠擔心 他已經擔心不了別的事 對啊 你知道今天節目 尾巴你來跟你有演台語句嗎 我啊 你需要今天上的測試嗎 不是 丁玲姐當初見到這本的時候就確定說 好我要把長髮剪成短髮 嗯 一個角色的形式最重要 你形定好了 其實後面都不麻煩 後面除非你真的太不會演戲 那我一看就知道這一定要剪 而且是絕對不能夠戴假髮 沒有 好啦 講重點 不要講那麼台面話 我自己想要剪的話 我自己想剪短的 我覺得他不已經厭倦我的長髮 我很厭倦 對然後再來我就是覺得說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比較短的影片 他沒有這麼多時間去堆疊人家對這個角色的 可能性沒有寫在劇本的那些 那其實很多的力道啊 這些東西就是 他不一定是文字的呈現 他在畫面呈現 其實就是演員在溝通後知道那些厚度就會出來 多多你當初在做演員功課的時候 你把你的這一個角色 你是把他設定成 他是一個異性戀還是LGBT的朋友嗎 我當初有跟台灣討論過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他是同志沒有錯 但他其實他是一個 在傳統家庭下比較壓抑 但又想要保護媽媽的那種 所以他其實在整個家庭環境裡面 他其實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地方是 他在這個劇本裡面 他也放了一個 我們台灣現在很需要被看到的群體 月桑皇后 其實台灣的Gracuse就是這一陣子 剛好也是因為同婚的議題過 他們就是有感覺到 他們一個氣勢整個上來 那他們其實在同志圈是相當的弱勢 其實他們是同域很強大的推手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同志圈不一定會給他們這麼多的肯定 我覺得今天亞洲台灣第一個過 那我想要肯定的是 這所有同志圈的任何一個面向 而不是只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女 或二十幾歲的男 因為這其實影視作品 早期以後現在已經拍的相當的多 我想要的面向是 我們現在同意過 那大家其實影視對人類的影響是 他們會去從影視找答案 那我就想說 那你們要不要看一下這部戲 也許可以對他們的生命有些共振這樣 那因為其實像丁姐 這已經算第二次演出同志的角色了嘛 你會不會擔心在真的 演藝生涯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現在當然真的不擔心 其實你認同你自己 一定認同你來的重要的太多了 我覺得我已經開始走在這條路上了 所以變成說我認為這不是我應該擔心的問題 我要擔心的是我能不能把這件事做得好 可是多多可能會有點擔心 像索多瑪的貓 然後到這一次姑娘的環象 其實你都能夠接觸到很多LGBT的議題 你會擔心說你會不會被定情 因為我們常常是取第一印象的 就是如果我這個type演久了 的確會說我這都是gay 他就是也gay啦這樣子 但我也不會擔心 不論是小鳳 就是姑娘和她裡面的角色 或是索多瑪裡面的貓 的那個晴天的角色 他們在這個標籤 這個身分gay之下 他們同時都是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演員最重要的事情 並不是要去詮釋這個身分 而是去扮演好這個人 去成為這個人 如果我真的演得 讓每個觀眾可以相信 我就是那個人的話 他不會再想說 喔那個gay 這個gay怎麼樣 而且我覺得說 雖然如果說你gay演得很好 不要說台灣的戲的gay 都找你不是也很好嗎 真的 在同文通過 大家覺得同文通過好像就很美好了 但其實有很多東西 像性情教育 那這一塊也是你一直都在 跟你自己的小朋友教育的 因為很多人說你不是家長 你沒有資格講這些 但丁姐是家長 對他有孩子 而且他有不只一個孩子 其實我說實在話 現在我們性領教育的時間點 都已經太晚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說 因為台灣人對於性不了解 台灣對所有不了解的東西 都是恐懼的 恐懼就是最好不要碰 可是你要知道 性是影響我們生命 非常大的一個根源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關係 本來是從性開始 然後性不好 你們關係就更不好了 我覺得首先呢 我覺得我們要先正視 性是非常重要 而且性是跟你一輩子 你要從小就讓他知道很多 保護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小孩子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問 你才真的要擔心 因為你都不知道他在後面 怎麼會搞一下搞什麼 真的 我問過我先生 我先生是老外 問他說你告訴我你的性經驗 他跟我講 他國小四年級 歸佛 就開始有性的感覺 他對性的看法 今天那麼小就有了 何況現在 現在我們衝刺了多少性 我們那個公車一過去 電玩廣告 每個女生在那邊 真的 如果說你真的要嚴格控制 這些才是你要嚴格控制 好 如果你控制不了 你就要教他 我常常跟我女兒講說 這不是正常的 不是每個女生胸部都長這個樣子 不是每個女生都會這樣子 都是這樣 我說這是不正確的 要讓他們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知道說有些公司不是 不是正常 我說那是電玩 那是給大人看 刺激 大人一些想像力的 所以我就父母 請你要先對性這件事情 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要回到你自己 如果我對性的看待只是在生殖 繁衍後代 我當然對小孩子面對性的說 我會非常緊張 那就表示 你沒有辦法傳遞一個 正確的性的訊息給大家 請你不要教 就請你把這件事情留給專業 你要相信 人家是專業人士 有很多人 無論是教育學者 無論是在性上面 有就是比較正確觀念的專家 他們來組合 來編輯這個教材 如果你對性本身有偏見 他們怎麼做 你都覺得他們不對 因為你就希望他不要教 請問你不教 誰幫你教 網路幫你教 那你就網路會教你的小孩什麼嗎 你敢保證 你小孩學到的都是OK的嗎 我覺得父母親有說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 我們是這個窗口 我們迎接我們小孩在這個世界上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其實 就是我們 我們就只是要support他們 然後照顧他們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人生 他們自己的生命 他們不是你的財產 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偶爾到外面 我們真的只是一個過客 之後我們要雙手搶 搶開讓他們走 我覺得很多父母親 都把信仰擺在那裡說 就是 什麼 怎麼男男女女女 念什麼 拜託 他有更多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要教你小孩怎麼保護你自己 我怎麼say no 我怎麼面對一個權威在侵犯我的時候 我可以勇敢站出來說不要碰我 那還有最重要一件事 我真的很想告訴很多父母親 性是人類非常重要的一個享受 是最公平的 他跟生跟死一樣 是最公平的 你沒有錢你也可以享受性 你很有錢 你沒有辦法享受性 你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是最公平 而且這個快樂 跟啟動你內在的力量是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比你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方式 另一個方式就是像看一些 我們的LGBT的影視作品 這些LGBT的影視作品 可以讓他們學習說 欸 什麼叫做多遠 多樣化 多樣貌 不同的多遠呈現 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我們今天也非常開心 邀請到我們姑娘還鄉的 我們劇組導演跟我們演員們 那更重要的是姑娘還鄉 現在可以在我們的 嘎嘎烏拉拉的平台上面 就可以看到這部作品 對 那嘎嘎烏拉這部作品呢 它是中美寧導演 以及整個統籌作 五部曲嘛 它有五部不同的作品 然後探討了不同的面向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丁寧姐 我們壯士導演跟我們的 多多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我們夫婦小視窗呢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夫婦小視窗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的台語八點檔 DL狀況劇 李歐跟多多告白 多多答應 他兩個人最後 答應是不是 對 然後兩個人最後相友 其實 我今天約你出來 我想很久了 這久的 一直藏在我心裡面 在裡面 我不敢 說出來 什麼 就是 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尊 我就殺在你了 哇哦 我也 我也一看到你的時尊 就 感覺你 很 很 好 你是可愛 你真可愛 現在比較知道 只要這樣 你說比較多 我感覺你的 頭髮真好看 你跟我的頭髮做什麼就好了 你跟我的做什麼 你擁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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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